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家摩纳哥从杨姐带来了200万的嫁妆 对于当时内外交困的摩纳哥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美丽优雅的她却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1982年9月14日 摩纳哥王妃因车祸身亡 摩纳哥王国陷入了一片死寂 兰尼埃三世却没有隆重地缅怀她 Top三 大清末代皇后 宛容公 不如宛容 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原府内 她的身份极为的尊贵 有着美丽的容颜 典雅的气质 一颦一笑 极具东方女性之美 她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妻子 更是晚清最美的皇后 她的美名在贵族圈的名 侠尔 因生不逢时 宛容从入宫的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了她悲坦一生的开端 新郎朝灭临之后 宛容和溥仪一同被返出了皇宫 溥仪和文秀以列婚收场 她将责任完全归咎在宛容的身上 后来更是抛弃宛容独自去了长春 1946年 宛容死于延吉 享年四十岁 Top四 淤旦王后拉米亚 约旦王后拉米亚 出身中产阶级家庭 家境的优渥 让其接受西方良好的教育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越发的美丽优雅 其美貌与才华于一身 后成为约旦国王二世的妻子 被誉为世界最美女人 全世界都为她疯狂 大家都非常喜欢她 这不仅是仅因为约旦王后甜美的容颜 显赫的身份 更因为她为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 这也为她获得广泛赞誉和国际影响力 可以说 女人不是因为漂亮才迷人 而是魅力 是扬在脸上的自信 长在心底的善良 溶进血里的骨气 刻在命里的肩 强 清风拂面般的温柔 约旦王后 亦是如此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